灵狐冲后来才懂 任我行死在华山并非天年已尽 而是被一高手所杀 任我行武功卓绝 手段狠辣 是一个深谋远虑 心思缜密之人 任我行早就看出了东方不败的野心勃勃 这才将葵花宝典拱手相让 果然不出任我行所料 东方不败虽然篡夺了日月神教教主之位 全因为修炼葵花宝典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正如作家倪框所评价的那样 任我行这样的厉害人物 是最可怕的人物 全谋诈述之身 令人防不胜防 金庸将任我行这一方面的特性 发挥得淋漓尽致 看了令人不寒而栗 因此 灵狐冲虽然屡屡就过任我行 也协助任我形成夺教主之位 加上灵狐冲还是任我行未来的女婿 任我行李应对灵狐冲推薪致富 然而任我行不仅逼迫灵狐冲领兵攻打五岳剑派 还对灵狐冲颇有猜忌 灵狐冲左右为难之下 索性带着任盈盈 背出了日月神教 但让灵狐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多年以后 隐居梅庄的灵狐冲 却听闻了任我行的死讯 原来灵狐冲通过向问天 得知了任我行在攻打华山之时 失足坠落悬崖 书中是这么写的 那日在华山朝阳风上 任我行忽然从仙人掌上摔了下来 向问天等人接住了他身子 只过的片刻便急断了气 对于任我行之死 灵狐冲出时是唏嘘不已 但后来灵狐冲越想越不对劲 一日 灵狐冲闲来无事 与灵狐冲在梅庄勤销合奏 二人在悠扬的乐声中放空了心灵 曾经困惑他们的问题 也逐渐迎刃而解 灵狐冲获得灵台一片清明 他突然想到了任我行之死 绝非这么简单 首先 任我行武功高强 魅力深厚 追恋功大号真元 但也不至于会在华山失足坠落 其次 向问天说任我行事 忽然从仙人掌上摔了下来 这也是说不通的 即便任我行站在仙人掌上 他也不会站到悬崖边上 然后忽然衰落 然而向问天 为何要说任我行事天眠已尽 继而从华山仙人掌上摔落下来 灵狐冲越想越是醍醐灌顶 他隐约觉得 任我行并非失足坠崖而死 而是被一高手所杀 向问天之所以扭曲事实 无非是为了遮掩什么 以达到稳定军心的目的 的确 任我行死后 向问天接过了日月神教教主之位 他若将任我行的死因 如实地公布出来 极有可能引起滑变 对象问天 接管日月神教带来不变之处 不过话说回来 任我行究竟死在何人之手 笔者认为 这位神秘高手不是别人 正是隐居于华山思过崖的风青阳 前面提到 灵狐冲人营营退出江湖之后 任我行点起兵马攻打了五岳剑派 任我行起出事如破竹 将松山等门派纳入囊中 在攻打华山之时 任我行逐渐变得轻敌 殊不知华山上隐居着一位 超凡脱俗的用剑高手风青阳 仍心系华山派 否则不会将独孤九剑 悉心传授给灵狐冲 因此 当风青阳眼见华山派危在旦夕 而任我行又是不可一世 他必然会按捺不住 然后手持长剑挺身而出 和任我行一绝高下 一个将剑法练到了出神入化 一个则将悉心大法改良到了 接近完美无缺的境界 一个是隐居多年的矿石高手 一个是专横自傲的魔头 这一场对绝经心动魄 精彩绝伦 惹得一旁的群豪看得目瞪口呆 嘖嘖称奇 不过 任我行毕竟在西湖湖底关了几十年 假之他耗费真缘苦练悉心大法 五百招一过 任我行渐渐落于下风 胡听风青阳一声轻贺迫弃时 他手中常见 好似蛟龙出海一般 渐渐不偏不巧地 刺在了任我行的丹田之处 任我行啊的一声大叫 全身真气 好似洪水绝地一般奔流而出 脚下一个不稳 这才跌落悬崖而死 任我行一死 日月神教群龙无首之下 历时乱成一团 他们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走下华山 再将任我行的死讯告知给了向问天 向问天听了事情的经过 抬出了击杀任我行的高手 正是剑宗高手风青阳 他为一尘银后袍袖一挥 带着日月神教的教众 返回了大本营黑木崖 对于向问天来说 他与其继续攻打华山 让日月神教元气大伤 倒不如接过教主之位稳定军心 好让自己的位子能够更加稳固 至此 日月神教吞并五月剑派之时 就此告一段落 这件风波变故虽然曲折 但精灵狐冲仔细一推敲 也是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 想到任我行纵横江湖多年 却死在东青阳的剑下 着实让人唏嘘不已 想到这里 林狐冲不禁长叹一口气 耳边似乎又回荡起 日月神教教众喊的那一句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